一段時間是這個 大概有兩指寬了 你看 好 兩指了 地面上出現長長裂縫 仔細量 有兩個指頭寬度 經過時間越久 裂縫寬度越來越大 但之前採用瀝青補牆過 現在又再度裂開 你看嘛 下面就是學校啊 那你看這些如果說整個灘塌下去 也是很危險啊 所以說這個真的要立即處理啦 好不好 因為你看嘛 這邊停了那麼多輛車 那萬一這個整個坍塌下去 下面就是學校啦 好不好 請我們這個公園管理課這邊趕快處理 中正公園 瘦山路10號 到玄宮下方 路面再度出現長長裂縫 金融市議員何淑萍緊急會堪 擔心雨水不斷滲入掏空地基 下方就是網球場和學校 安全上恐怕有疑慮 這個年前我們已經發現過了 早幾年前有跟那個 寒涼前醫院曾經有匯観過 那大概有來稍微做一下 一個補牆的動作 可是後來發現 今年來發現 裂縫越來越大 所以我怕說有立即性的危險 那剛好也碰到那個 有一個環保局的員工從這裡經過 欸 那個裂縫越來越大 怕它下滑 下線的問題 所以我就趕快請何淑萍 趕快來會看一下 地基掏空 對對對 是不是 你看你補過了 它還是這樣子軍裂 大概有兩指 對 而且這邊有停車感覺 有點恐怖的感覺 對 萬一 這個如果又豪大雨 我們基隆又下雨 然後你看這邊都停車 萬一整個攤方下去 這個這個要隸屬誰誰的責任 道場揮刊的私人府公運管理科 陪同議員查看擋土牆裂縫 目前研判沒有立即的危險性 現階段 將裂縫比較寬的地方 刨樸重鋪 比較細的地方 將用瀝青補牆 我們在做一 研究一段來做 就剛剛跟裕作跑到那裕隊 就是這種方式來 來做一個改善看看 一段時間如果 如果真的有 還是真的有 這樣一直問題 過大或怎樣的話 那我們就 會 那個應該就要再 那可能就要再找這個問題來處理 那個 議長有反應就是說 這幾年前就 有針對裂縫 有用瀝青補牆過 可是這幾年來 那個縫還是一樣的增大 那因為它鋪那個瀝青 就是怕那個雨水滲進去 讓那個地基 就是會掏空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會請 這個公園管理課 針對那個裂縫大的 把它刨除重鋪 然後再來觀察 看是不是還會 這種情況是不是有繼續 如果有繼續的時候 我會請公園管理課這邊 來找預算 來針對下方的擋土牆 那邊是不是有 有地基流失的現象 因為下面就是我們成功國中 那邊下面就是我們的學生 小北投的住戶 那邊有很多學生跟住戶的安全 所以說在這裡我會督促市政府 趕快來進行搶救施作的工程 市議員何淑平要求市府 進行整體檢討評估 未來將針對擋土牆部分 爭取經費 進行加庫工程 來維護下方學校安全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